五一假期刚刚结束 假期最后一天 交通部门多举措 全力应对反乘客流高峰 数据显示 五一假期多项出行指标创新高 初步统计显示 5月1号至5号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约13.6亿人次 日均超2.7亿人次 比2019年同期增长24.1% 5月5号 交通部门迎来假期返程客流最高峰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65万人次 5月1号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69万人次 创下单日历史新高 民航方面 5月5号 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18万人次 公路方面 5月5号 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预计约1.85亿人次 5一下期 全国公路自驾出行占比超过80% 三四线城市旅客净流入量大幅增加 今年5一不少省份还呈现出县雨旅游 乡村旅游热度较高的情况 数字的背后呢 说明老百姓的需求是旺盛的 也折射出我国经济回升下好 长期下好的基本趋势 这个集合 我们的余地 会 这个集合 卢